DARG DARG 呃...待會開會要用的簡報筆忘記帶咧,怎麼辦? 年輕人,果然還是年輕人 別擔心,我有帶這個 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對於一個經常在外面使用筆電的外勤組來說 我相信大家都常常遇到一個困擾 就是說你在用觸控板操作的時候 它往往不像滑鼠那麼好用跟直覺 但是你如果用外接式滑鼠的時候 因為體積太大 在某些場合,譬如說汽車上或者飛機上 或者是沒有桌子的地方 在使用上有一點綁手綁腳 不是那麼好操作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來自SwitchPoint這間公司 它所推出的兩個產品 一個是叫ProPoint 另外一個叫做CheckPoint 這兩款人體工學比握式滑鼠 它就是一個體積相當迷你的滑鼠 那不要看它體積很小 它的功能卻非常的強大 除了當作一般的滑鼠使用以外 在簡報的時候 還可以作為簡報比使用 而且更厲害的是 它還可以給iPad用 它到底有哪些功能 我會實測給大家看 接下來我們先開箱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個 其實大致上的功能是一樣的 但是ProPointPoint 你可以試聞它是比較專業版 比較進階版 比較進階版 那這一款呢 它就是一個比較入門版 今天我們介紹會以ProPoint 這款為主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開箱 東西相當簡單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裡面有一個漂亮的收納盒 這樣鎖起來就可以帶出門了 相當的小巧好用 那下面就是護名書 那接下來我們開另外一個 也是幾乎完全一樣 那在外觀上呢 幾乎完全一模一樣 按鍵數量呢 是ProPoint它比較多 那功能也比較強大 另外呢 ProPoint它的接收器 本身也具備藍牙功能 CheckPoint 就單獨充電 接下來我們直接為大家介紹 ProPointPoint 還有哪些功能 首先呢 滑鼠本體 那這個是接收器 這個接收器它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呢 這樣接著之後呢 那你接上筆電 它就可以為它進行充電 它的充電速度非常的快 只要插上去一分鐘 它就會連續使用一小時 如果你充保電呢 它可以連續使用一個月 那本身這個接收器呢 它還具備藍牙功能 這是ProPoint它獨有的功能 如果你要在多機上使用 那你接上 那你就可以用它去做藍牙配對 筆電的話 你可以用筆電那件藍牙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滑鼠本體 它的尺寸非常的小巧 以ProPoint來講 它前方這裡有三個按鍵 那側面這裡一樣要滾輪 下方這邊呢 它這裡還有一個三段式的開關 所以關以外 搬到底是直接打開 搬到中間段會進入一個叫簡報模式 那簡報模式我們後面會介紹 那外觀的介紹大致上都這裡 接下來呢 我們直接進入軟體實用的階段 首先呢 這個SwiftPoint呢 它提供了一個相當好用的一個軟體 它在它的應用軟體裡面呢 你可以設定自訂一個按鍵 也可以設定DPI等等 那最高最高呢 它可以設定到1800BPI那麼高 此外呢 它還支援那個傾斜功能 這支滑鼠你可以這樣傾斜著使用 可以將滑鼠傾斜搭配按鍵 它就可以做到許多功能 那當然這些功能 也可以在我們的軟體手勢裡面這邊 去做定義 譬如說傾斜加移動 傾斜加中心鍵加移動 然後傾斜加後鍵加移動 等等 甚至音量啊這些東西 都可以透過這個自訂做一些詳細的設定 它還提供一個叫簡報筆的功能 首先你知道在軟體裡面設定 它的一個對應鍵的功能 比如說下一張影片 我現在設定的是這個前按鍵 中心鍵就是上一張 然後後鍵可以做移動光點的一個動作 這些呢 全部都可以在這邊去做設定跟自訂義 這個要使用的時候 將下方這裡 切換到一個簡報模式 就可以再進行簡報了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這個滑鼠最好用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當作簡報筆 像我們出去外面做簡報啊 你可以多帶一支簡報筆 但是簡報筆就是等於說 你又要多帶一個東西 另外呢 因為你有可能會忘記帶 那怎麼辦 你只要有這支滑鼠就搞定 它是個一般的滑鼠 我只要把它切換到簡報模式 這樣我就可以用它上面自訂一個按鈕 去做切換的功能 我現在這邊用基本的一般配置 比如說我講一講 好我切下一頁非常的順 那我只要按住不放呢 它就出現一個像Spotlight功能 大家看看電腦王阿達 性別男女比例 男67%女33% 有點悲劇 這樣子按一下它就不見了 也可以按住下方按鍵不放 它就會變成一個公外線簡報筆功能 我們可以在這邊跟聽者這樣講重點 相當的方便 好完了之後再按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一路講下去 另外呢你可以按住這樣子 我還可以在這邊做一個快速的頁面切換 就是說簡報到一半 我可能要跳出去給大家看另外一份資料 這樣子就相當的方便 好接下來再為大家介紹一個 我個人覺得是最好玩的一個功能 PowerPoint 它也可以跟iPad去做連線 那這個功能是PowerPoint 它自己獨有的 藍牙連線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當作滑鼠來使用 這樣子去遊玩網頁 那也可以用側面 我們在稍微傾斜之後 去做上下滾動 實際上如果說你可以輸出個大螢幕啊 這樣子來當作電腦工作使用 其實也是相當方便的 看完剛剛的介紹呢 相信大家應該對這麼小體積的PowerPoint 卻有這麼強的功能感到驚訝吧 你剛使用PowerPoint的時候呢 會有些許的不習慣 畢竟大滑鼠過久而滿 尺寸算變這麼小的時候 你可能在使用上 需要一點時間適應 但是呢PowerPoint它的重量超輕 在長時間的使用下 手部這樣其實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而且透過軟體還可以調整DPI 然後可以選擇鼠標的快慢 還可以透過不同的傾斜角度 搭配按鍵指令去做各種快捷動作 你只要有這支滑鼠 就能增加這麼多功能 譬如說 音量調節 譬如說網頁的上下頁等等 而且呢 因為它體積小 重量輕 你再出門呢 配合筆電使用幾乎是沒有負擔 不像一般滑鼠 它可能就是相當大一個 不是很適合到處使用 而且呢 如果你經常在外面做簡報的話 它也是一個最佳幫手 你不需要再另外帶雷射筆 你只要搭配它的軟體之後 你就可以用它輕鬆來做簡報 不管是標示重點啊 聚焦啊 程式切換等等 都相當方便 而且電量部分 更是讓你覺得安心 那充60秒就可以用一小 充90分就可以用一個月 所以我個人覺得 在尺寸上 在續航上都非常不錯 不過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簡報之前 要記得先要把它的軟體先裝好 才能發揮它完全的效果 如果你不缺它第三顆按鍵的話 也不缺用iPad來使用的話 其實使用另外這一款 Checkpoint也足夠使用了 反之呢 PonePoint它的USB接收器 可以給一些沒有藍牙設備的電腦做使用 我是覺得相當的不錯 如果你也再找一款 鐵機小 重量輕的滑鼠 那我會推薦大家這一款 全世界最迷你 等二合一比臥式滑鼠 相當不錯 推薦給大家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開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